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好 我是总为你介绍非读不可好处的作家郑框宇 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一本 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书 特别是一个男性息息相关的书 就是坚持 密尿科医师破解 摄护线保健迷思 教你找回青春活力 听到我介绍这本书 不晓得很多朋友会不会很好奇 诶 框宇你看起来呢 也这个大概四十多岁嘛 四十五岁 应该还没有这个摄护线方面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会对于介绍这本书这么有热情呢 我要跟各位说 其实我一看到这本书的介绍的时候 我立刻就跟出版社说 自告奋勇安让我介绍这本书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的父亲啊 他在晚年的时候 就是被这个摄护线肥大所苦 而十男九肥大 所以说你跟我呢 如果不早一点啊 正视这个问题的话 这个可能你不用到那么老 你的摄护线就开始有一些问题了 那这个摄护线的问题 就会导致可能从比较年轻的时候 你就开始有一点这个布局啊 夜尿啊 再不然呢 就是想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力不从心啊 这些呢 都跟我们的这个小弟弟息息相关 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这本书 而这本书的作者呢 庄丰斌医师正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他拿过去这么多年在教学啊 以及在医学方面看诊 门诊方面实战的经验呢 要跟大家分享 所有你对于这个摄护线的保健啊 或者对于小弟弟啊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的一些问题呢 在他这本书里头都可以得到解答 说到这个男性啊 基本上呢到了我这个年纪啊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夜尿啊 晚上呢 你可能需要起来好几次上厕所 不瞒各位啊 其实呢 我不用到这个年纪啊 我大概从 可能 那比是研究所时候开始 或者大学时代开始呢 我就是一个睡眠品质 不是那么好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在晚上睡前呢 上最后一次厕所 然后才能够比较安心的这个入睡 不然的话 我半夜啊大概 两点到三点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起来一次 那很年轻的时候你觉得无所谓嘛 很年轻的时候 因为你即使起来上了这个厕所 你回去继续倒头就睡 一个晚上起来上这一次厕所还OK 问题是你如果到了大概三十好几岁 或者四十多岁的时候 甚至五十岁的时候 你半夜起来上了这个厕所 我告诉你 你就再也睡不着了 那你如果是两点起来上这个厕所 那你之后就睡不着 白天还有这么多的工作的压力 你要怎么面对呢 那这很有可能就是你的社护线 出了问题 你有这个问题 请你千万不要害羞啊 赶快去找医生 或者在这本书里头 你可以得到解答 那么不要疑惑 去咨询专业医生的建议 这才是你应该做的 很多到了我这个年纪的一些男性朋友 可能就会遇到这个不举 或者挺而不坚 坚而不久 哎呀各种问题都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虽然现在是有一些什么 威尔钢啊西利氏啊 类似像这样子 我们说所谓的壮阳药 可是这种药啊 说真的是有可能 吃多了之后呢 你就依赖性变高 你变成没有它们 反而完全不行 那与其走到这一步 为什么我们不从更根本的地方 开始着手呢 不是说你绝对不要吃这种药物 我跟各位说这种药物啊 如果需要的时候 那还是吃一下嘛 你先咨询医生之后 医生会给你最好的建议 可是与其吃药 你不如双管齐下 你早一点让自己呢 跟医生谈过之后 医生就会告诉你怎么样 可以从心理上 从饮食上 从你的作息上 慢慢的去改善 我们双管齐下 你就能够把你的这个小弟弟啊 做非常好的保健 那说到这里呢 我除了推荐大家 看这本书之外呢 其实我对于这本书 会有这么强烈的 这种推荐的热情啊 实在也是因为 我看到我父亲 他晚年的时候 真的是因为这个 摄护腺的问题了 非常非常的痛苦 就你看到一个年轻的时候 这么健康的人 开始呢 因为这个摄护腺的问题 那开了刀 开了刀之后呢 后续处理的不是太好 就容易引起你的一些感冒 摄护腺的这个问题 后来持续严重之后 它会变成 你有这个尿液 但是呢 因为你的行动缓慢了 所以你来不及走到厕所 趴就尿出来 尿在地上 甚至后来更严重的时候 你开刀之后呢 还要拿着尿袋 走在这个路上 或者是家里 我认为这对于一个人 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大 自尊心上面的残害 所以越早大家意识到 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 警讯的时候 你早一点对症下药 这是我强烈建议大家 可以好好把这本书 拿来阅读的原因 你先阅读了 就在心里能够为自己 先打一个预防针 或者有一些警示的作用 发生问题 你才不会必不求医 又或者是说迷信一些偏方 反而把自己身体搞坏 我是总为你介绍 非读不可好书的作家 郑匡宇 希望这本坚持 能够让你在性功能方面 在你的生活方面 能够坚持健康下去 也让你的事业 能够在你的坚持之下 继续蓬勃发展